全站追 装机 首先进行的是短停射击科目考核 驾驶员需要操控车辆在不低于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行驶 在接到指挥所的作战命令后 号手要在第一时间将弹药装填上膛 瞄准手迅速搜索并捕捉目标 实施火力打击 准备射击 三 二 一 首轮打击全部命中后 参考班组立即展开对运动目标射击的考核 与固定目标相比 运动目标的射击难度大操作要求高 在适应装备性能特点的诚实 还需要参考成员之间默契配合 我不仅要操纵炮塔 不断地跟踪运动目标 还要在接到射击指令时迅速完成激发 非常考验我们射手的反应能力 夜幕降临 所有参考车辆关闭车灯 驾驶员只能借助微光夜视仪向射击阵点开进 抵达射击地线后 考核组随机抽选把镖 并指定车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射击 夜间设计的难度相比白天要大得多 因为光线较差 搜索目标困难 我们只能通过目标发出的热源来判断目标的位置 而这也要求瞄准手 手动调整火控 平稳跟踪目标 确保一级命中 我们通过高难度 高要求的连贯考核 有效检验了官兵 协同作战和精准打击能力 同时进一步提高了官兵 在复杂环境下全时作战的能力